第一個是一鍵完成 它做完之後就是 它可以自動幫你完成這些事情 那也不會回傳什麼東西給你 反正它的值就是從這上面得到的 它會自己去抓同一列裡面的哪一欄 有沒有 那透過誰呢 透過那個我們的哪個物件 就是Sales物件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Sales物件非常重要 以後一定會不斷再出現的 另外透過4回圈 有沒有 I指的是一個變數 裡面的列號會不斷改變 另外就是說最後一列 有沒有 就是從第1列 第4列 再到最後一列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做把依覽的資料 不是 跟人家講 依覽要輸出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後面這一串東西 輸出 它會是第4列 第5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那個邏輯應該可以很清楚吧 其實它只有三行程式 有沒有 中間這就是三行程式 就完成了一切的事情了 以後更複雜的事情也是一樣 一定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後大概都差不多會不斷的出現 好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第一種方法 它是按一下它 就是用幫我完成 第二種方式 我希望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函數 裡面會跳出一個什麼 使用者制定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因為我在什麼 在那個 我的哪裡呢 在 我的程序裡面 這邊裡面 沒有一個方旋 所以 它這個地方也不會出現 使用者制定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我先用那個雲端的東西 先來 給各位看 假設我今天 先把那個雲端那一段方旋 特別注意 那個方旋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 長這個樣子 因為特別注意 你們也要知道 從哪邊複製 貼到哪裡去 從這邊有沒有 是不是有個方旋 方旋 然後呢 你就方旋頭在哪裡 在public function 尾巴在哪裡呢 and function 其實就只有一行 更簡單 Ctrl C 這中間有一行對不對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貼上 這樣子完成 好 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如果你已經有一個方旋的時候呢 你再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地方 插入 有沒有 這邊的話 函數裡面的話 最下面會多出一個使用者 就是這個地方會多一個使用者制定 那因為我的方旋名稱 取叫門號 不是嗎 手機啦 然後呢 我就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樣子 這樣子 對不對 按確定 結果就 點兩下了 欸 那可是問題 這怎麼做到的 其實還蠻簡單的 一般user 我想你跟他講個一次兩次 他就會了吧 不需要說像剛剛的公式 那可能要講很久 下一次他應該還是打不出來 可是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插入一個函數 好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的 首先第一個 這個 sub跟function不一樣 我把這個先刪除一下 我們重做一遍 好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一樣的動作 對不對 一樣要模組 模組裡面 程序 然後呢 請記住第一個先 function 千萬不要選錯了 因為之前有同學選sub 此意外怎麼都沒有 因為選錯了 一看就知道 然後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手機好了 這個這個 OK 好 然後 按個確定 那他會什麼 function 手機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要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有沒有 所以到時候是不是跳出一個那個視窗 會跟使用 那三個怎麼來的 特別注意喔 這個手機後面有個小刮鬍對不對 這個小刮鬍裡面就是跟使用者互動的 就是要跟他要東西 要什麼東西呢 要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所以我先把這三個東西 Ctrl C 切回來之後 Ctrl V 一下 不過他要強制換行嗎 我把他back回去 然後把這邊稍微修改一下 豆點一下 記得喔 每個引述的中間一定要加 豆點 那比如說